如果有一款游戏可以让你从虚拟走进现实并且梦想成真 你愿不愿意去冒险尝试一下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抖懒一事 但产生的所有后果都需要你来负责 你还愿意去尝试吗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恐怖片六度站立 男主不仅长得帅的吊尘 而且还是一个狂热的恐怖游戏的发烧友 这也难怪啊 跟中阶者混过的人基本上口味都比较重 他的同学狗盛跟男主有着同样的兴趣爱好 这天狗盛看到了一则恐怖游戏的广告 马上就打电话告诉了男主 这款明月脑部扫描的交互式游戏 可以满足玩家所有的恐怖幻想 身临其境如同现实中真的发生了一样 男主的女同学东梅就住在他家的隔壁 男主没事就爱拿着摄像机偷拍东梅换衣服 东梅其实早就喜欢上了男主 也知道男主经常偷窥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次换衣服都不拉串联的原因 男主想打电话跟东梅进一步的沟通 但是又没那个勇气 百无聊赖的他拨通了游戏公司的电话 游戏公司的人介绍说 他们这款游戏可以与玩家的潜意识互动 玩家提供灵感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游戏 作为一名资深的恐怖游戏玩家 男主自然不相信这种云山雾罩的护友 但对方似乎真的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能力 马上就给男主过了电了 并且说已经为男主定制了游戏 希望男主能好自为之 由于男主小时候在一场车祸中 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因此对恐怖的事情 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痴迷 这一天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遇见了一起凶杀案 于是便饶有兴趣的停下来观看 被警长很有礼貌的给撵走了 回到家之后 男主收到了游戏公司寄来的游戏光盘 男主经历的那场车祸 直接导致了他老妈和弟弟的身亡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了 但他仍沉寂在痛苦之中无法崴脱 他老爸由于在外地工作 目前这床大别墅只有他一个人在住 车祸的阴影和长期的孤独寂寞 这和他形态影之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排遣寂寞 他把那张光盘插进了机器 游戏开头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概意思是 这个游戏有一种比催眠更加强大的力量 能改变男主目前的生活现状 男主将参与到一场残酷的谋杀之中 而且杀手的行为会受到男主意志的影响 因此男主必须像杀手那样思考 不能留下任何的证据 接下来到了感受恐怖的阶段了 随着一阵光怪陆离的闪光 男主跟着杀手来到了受害人谢顶大叔的家里 杀手选择了一把锋利的颤刀 然后顺着楼梯来到了二楼 淒利咔嚓把正在睡觉的谢顶大叔里杀了 游戏结束之后 男主浑身打了个吉林从椅子上醒来 像是刚刚做了一场噩梦 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他半天才回过神 刺激太刺激了 男主从来没有过这么强烈的感受 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排遣孤独的精神寂托 第二天男主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同学狗生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一辆警车突然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 附近似乎是出了什么大事 男主到邻居家找女同学东梅 这时候电视上播出了一则新闻 说昨晚上谢顶大叔在家里被人给杀了 男主一听是大吃了一斤 急忙顾头不顾定的跑回了家 他万万没想到头天晚上的那个游戏 居然在现实中真的发生了 男主来到爱发现场 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当他正瞎悬磨的时候 之前驱赶过他一次的警长再次把他给念走了 男主回到家质问游戏公司到底是什么情况 游戏公司话里话外的意思 谢顶大叔就是男主所杀 然后游戏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红毛叔从电视里钻了出来 红毛叔跟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似的 手无足蹈张牙舞爪 红毛叔似乎非常了解男主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男主对恐怖的渴望 而且这个游戏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来了 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男主 急忙把头天晚上的衣服全给烧了 这时候女同学东梅过来敲门了 两人尬聊了一会儿之后 东梅把男主忘了取的邮件递了过去 其中就有一封游戏公司寄来的邮件 男主早就被这个游戏给吓坏了 等东梅前脚刚走 他就把光盘给摔碎了 晚上男主正睡觉的时候 红毛叔再次现身了 逼着男主必须进行下一关的游戏 干掉关于这件事的证人 否则警察很快就会找上门 为了证明自己无罪 男主准备了一台摄像机 打算把游戏开始之后 自己的行为给录下来 游戏很快开始了 当男主醒来的时候 游戏已经结束了 他回放录像 发现在游戏开始之后 自己居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打开冰箱的门 看到了他同学狗胜那根带血的项链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男主 急忙给狗胜打电话 但接电话的居然是那命请长 男主一听 意识到肯定是出事 果不其然 电视上很快就播出了 狗胜被杀的消息 男主质问红毛叔 为什么要杀狗胜 因为狗胜根本就不是证人 但红毛叔说 狗胜知道男主玩这个游戏 因此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 必须把狗胜给干掉 由于男主是狗胜最好的朋友 因此警长带着助手 很快找上了门 并带来了狗胜被杀的新闻 虽然男主身上有很多的疑点 但没有真凭实据 警长也只好暂时兴兴而去 送走警长之后 男主来到了楼上 看到红毛叔已经把屋里 折腾的乱七八糟 红毛叔不断用那场车祸刺激男主 逼着男主播放第三张光盘 并说他必须要去清理 调留在狗胜家的脚印 转过天 警长偷偷的来到了男主家 从壁炉里取走了男主烧的灰炸 为了防止再发生病案 警长召集一些榜大妖元的老百姓 组成了一个临时的联防队 男主终于播放了第三盘的游戏 他来到同学狗胜家的院子里 当他正清理自己的脚印的时候 红毛叔突然给正在狗胜家 搜集证据的警察打了一电话 说院子里来了一个闯入者 警察到院子里查看 男主急忙虚晃一招仨子聊了 联防队员们牵着大狼狗在树林里巡视 男主东躲西藏险些就被发现了 也不知道是组织不够严密 还是没协调好 警察和联防队员们 在巡视的过程中发生了误会 警长的那位助手 被联防队员一枪给毙了 又无缘无故的死了一个人 男主这下彻底崩溃了 当他一缺一拐回到家的时候 刚好被站在阳台上的东梅给看见 红毛叔让他进行下一关 干了有可能了解情况的女同学东梅 男主当然不愿意了 红毛叔说 既然你想要恐怖的终极体验 那么就必须这么干 你不杀东梅 东梅就会去警察那举报你 在红毛叔威威力友之下 男主最终还是妥协了 他插入光盘开始第四关的游戏 他来到东梅家 拿着剪刀上了二楼 偷偷摸进了东梅的卧室 这时候红毛叔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催促他赶快动手 男主当然下不了手 质问红毛叔到底是谁 红毛叔说 自己就是男主的亲魔呀 双方话不投机就动起了手 红毛叔很快就把男主给吃了 换句话来说 红毛叔已经融住了男主的身体 并且指挥男主干掉东梅 但是东梅真诚的表白感动了男主 红毛叔一看男主不听指挥 于是便把警长给叫了过来 警长已经确认男主 就是这极其命案的凶手 于是毫不犹豫的开了枪了 中枪之后的男主 很快就从椅子上惊醒了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 只不过是这个恐怖游戏的 终极互动体验 这种通过脑部扫描 从而释放出强大的现实增强信号 导致游戏玩家沉浸其中 而无法分清虚拟于现实 男主掀开窗帘 看到隔壁东梅家的派对仍在进行着 这时候同学狗盛过来敲门 可把男主给高兴坏了 虚惊一场的男主 对狗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情 把自己的损友紧紧的抱在了怀里 通过这场游戏 男主似乎获得了新生 车祸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 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他大胆的向东梅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这在游戏之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不经历黑暗就无法知道光明的灿烂 没吃过糟糠就不懂得窝头的方向 没当过备胎就无法体会舔狗的悲哀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游戏虽然没有错 但也不能玩得过 人生短短几十年 珍惜时光在眼前